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汇聚华语歌坛半壁江山 打捞全灵青春情怀 江苏卫视17剧幸福跨年演唱会 将在亚洲顶级的澳门威尼斯人精光综艺馆唱向新年乐章 30日下午 演唱会明星见面会率先在澳门举行 演员江书勇 蒙面场向周深 刘美琳 以及乐坛新生带力量代表X9少年团 曾永新 SNH48成员黄婷婷 莫涵 李宇齐等提前与媒体 见面 带来一股雨怀旧氛围 截然不同的满分偶像力 谈及演唱会准备 不管演员还是歌手 都声称要把关键 悬念流到跨年演唱会当晚 并将竭尽全力为观众奉上一场视听双响盛宴 与林志玲同台斗艳有压力 江书勇 她是我一直仰视的女神 身为演员参加跨年演唱会 看起来 是一项树叶不走专攻的会计 因此 在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宣布将迎来林志玲和江书勇两大女神 加盟时 外界最为好奇的莫过于 人美 腿长的女演员 会贡献怎样的跨年风景 从彩排现场之间一步 两大跨年女神之一的江书勇 素颜 似乎就出现在见面会现场 尽管没有戴装 女神气质却丝毫不减 不过 对于女神的称号 江书勇却透露内心是拒绝的 遇到粉丝向她做出这一类的表白时 她都自称女神经 大家对我的误解太深 我自己的个性其实和女神没太大关系 只是可能因为 演至青春初到 角色很女神 就对号入座了 对于女神 江书勇有自己的认知和理解 此次将在跨年演唱会上 同框的智灵姐姐 就是她心里女神的标准范版 我们一起合作过一部电影 她非常会照顾人 除了人美 贴贴 江书勇表示 指令姐姐的高情商 也让她很是膜拜 她说过一句话 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骨子里的坚强 这句话讲到我心喊里了 给了我很大鼓励 至于即将到来的 跨年演唱会 与一代女神标杆同台道宴会否有压力 江书勇则用弥媚式告白代替表态 她是我一直仰视的女神 2016年对娱乐圈而言 是情感爆发大年 明星们恋爱 结婚 怀孕生子 喜事接连不断 结束上一段全民关注的恋情之后 江书勇的感情生活一直低调 神秘 一同出演至青春的杨紫山 已经脱单步入婚姻礼堂 属于软关江书勇的那个队的人 有没有出现呢 对于感情问题 江书勇的回应 颇贴近她在好先生中的角色将来 立了干脆 现在还是空白 一个人当着女神经 谈及明年打算 江书映称就像以演员身份 参加跨年演唱会一样 希望向观众展示自己更多真实的一面 蒙敏唱将跨年团圆周生平常心接受争议 收报邀格子名字来历 作为2016年最具国民度的音乐综艺节目 蒙面场将猜猜猜成功崛起众多潜伏的经典歌声 勾起观众无限回忆沙的同时 也让大家瞧守期盼 第二届蒙面的启动与回归 在此之前 江苏卫视选择用跨年演唱会 提前满足观众的心愿清单 包括《大魔王谭星》 一曲翻唱成全长就年度 乐趣的李佑佳在内 张碧晨 周深 刘美琳等五名蒙面戏歌手将实力亮相 各自带来有别于节目和以往舞台风格的心意表演 先有盖世英雄的接连魔力 再来蒙面场将猜猜猜的经验去写 二十 十六年一整年 刘美琳在江苏卫视的综艺舞台上收获满满 而作为2016年的压轴大戏跨年演唱会 三度与励志台结缘的刘美琳 自己都忍不住感叹 和江苏卫视缘分匪浅 因此 他选择将自己刚刚发行的新歌《Lucky Star》 献给十七具幸福的跨年舞台 盖世英雄见证了我一路的成长 从有失误到更成熟的演唱 除了曝光演唱曲目之外 刘美琳还表示 希望通过跨年演 唱会的舞台让观众更认可作为刘美琳的自己 大家最初知道《我是我在龙道里》 唱了一首王妃的歌 希望今年的这些努力 能让观众接受刘美琳这个名字 一曲哀柔婉转地听说 一首高抗琴伸的《申起白马》 让周深通过蒙面场向猜猜猜的舞台 唱进了广大观众的心里 让大家为这把来自男生身体的温柔女生 传罪不已 然而 当事人周深对着赋天赐的天赖之声 并非欣然接受 如果你经常提交天赖之声小王子 也会无语的 借着面具的保护 周深毫无保留地唱出自己的特质 让更多观众喜欢上他声音的同时 从初到起围绕他男生女调的争议 依然没能散去 对此 周深表示已经难以平常心去面对 争议一直都存在 暂时还没把它摸去 慢慢去接受就好了 在他看来 一名歌手最重要的还是要靠作品说话 用作品来招存在感 我是为歌手唱到大家 心里就是终极目标 见面会现场 周深还首度 分享了蒙面舞台上的命名故事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 我可不是什么妖蛾字 灵感来源于他的面具造型 我自己没有想到这个名字 取得特别好 妖蛾字算是北方方言 对我隐藏身份有点隐蔽性 此次加盟江苏卫视跨年 还是周深的第一次跨年演唱经历 聊到心情 他开玩笑称 更让他紧张的是 马上又要老一岁了 而他的减压 办法也别出心裁 彩排暂时还没觉得很有把握 所以特别紧张 待会儿回去就好好睡觉 养足精神 乐坛新鲜人收割粉丝 尖叫SNH48 X就少年团表白前辈偶像变迷妹迷地这一年 华语乐坛虽然说不上风起云涌 但也绝部是风平浪静 年度人气总绝选搅动粉丝经济 风云的SNH48出演网剧席卷流量的X就少年团 几乎占据了今年华语乐坛的舆论焦点 虽然见面会活动设在澳门9 店内的会议厅 但当X就少年团 SNH48等乐坛新鲜力量登场 向来淡定的媒体人都瞬间粉丝上身 开启花痴模式 一首单曲 一部网剧 作为2016年刚刚出道的超纤新人男团 X就少年团90成员圈阵容出席见面会 伴随活力逼人的自我介绍 现场也迅速涌起一股旧时候 随身散发的青春气息 采访环节 小线肉们格外积极 纷纷主动认领提问 面对一次性与这么多乐坛 顶尖歌手同台演出 在团队中担当发言人的吴嘉诚代表队友们感叹心情的激动 必须要有压力的 只能说既兴奋又紧张吧 对我们是一次挑战 主打全林情怀的江苏卫视17句幸福跨年演唱会 一举辐射50、60、70、80、90各个年代的顶级音乐偶像 除了观众们充满期待 听着一众乐坛前辈们的歌长大的 SNH48和X9少年团聊起偶像的话题 少男和少女新奇奇爆发 变成小恶 谜 所出演的网剧在腾讯视频 收割了上十亿的点播量 拥有无数迷媚的X9少年团 其实具有粉丝的隐藏属性 谈及崇拜的偶像 少年们受推提鞋 他们出道的掌门人李宇春 除此以外 鲜肉们的口味还很多样 段子手靴之谦 鲜肉队伍里的领军之一吴丽凡 竟然都是少年们膜拜的对象 尽管已经举办过几万人 规模的大型演唱会 但参加跨年演唱会 与组合歌唱 还是有很多不同感受 SNH48小分队黄婷婷 莫涵 李宇琦不约而同表示 前一日参加的彩排 对于他们就像一场实际教学 觉得自己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不同于X9少年团 分享偶像时的兴奋 身为少女团体 黄婷婷 莫涵 李宇琦三人合体 李美能量发架起来 堪比一只专业追亲小组 没能看到蔡英琳的彩排 黄婷婷一脸一看傲恼 明天的正式演出 我们一定要看 莫涵和李宇琦 则是林俊杰的百分百 铁粉 说起偶像 两名少女仿佛被打了一具鸡血 她就是行走的CDR 太厉害了 今年的总选 林俊杰帮我们写了 公主的披风这首歌 想到要在她面前唱这首歌 好紧张啊 除了两组人气团体 在香港出道 通过鼠山战绩主题取新的构造 为内地歌迷所熟悉的澳门歌手曾用心 则也办了东道主的身份现身见面会 第一次参加跨年演出 还是在自己的家门口 曾用心坦诚当然很 兴奋 而且是兴奋多于紧张 由于曾经翻唱薛之签歌曲的这层前缘 观众难免好奇 即将同台演出的两人 有没有可能合作演出呢 我非常希望呀 但要问问薛之签愿不愿呀 当然 这一悬念 可能要等到跨年夜才能揭晓了 责任编辑 李少尉 UK022 分享 在相关阅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